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我是Amy 我是Amy 我們今天要來講 很夯的是啤酒 教大家怎麼選 還有一些比較新的酒館的型態 好喝的 不只有到塞奶 我們今天要來玩一個小遊戲 輸了要有玩具芭蜜 就是有小廚房 什麼 太過分了吧 遊戲規則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先介紹一下這家店 這家店是比較新型態的日本主的店 店裡面大概放了50到100種左右的種 是自助式的大家可以自己去選 然後自己來倒在自己的杯子裡面 像這種店就很方便 因為它有很多種類 你就可以自己選擇自己想要喝的 嘗試各種不同的酒 好 我們今天的遊戲規則就是 我們會各自去選三文酒 然後去 比較三文酒的那個味道 最後會揭曉有沒有在 人氣日本酒的排行榜裡面 然後得分比較高的那個人 就勝利 輸的人就算是要 穿用到輸贏 這太不公平了吧 好 我想喝白酒 那我要喝囉 我的第一款是 送給中璇 然後它是純米的 它用的名叫做熟挺 就是經常是很帥的 不要喝了 它喝起來比較香甜 然後有很純的米香在裡面 比較沒有裂的感覺 就是很容易順滑 對 因為其實我選的這個 它叫做 它上面有一些純米嗎 純米的意思就是說 它完全是用米做的 沒有加任何釀造用的酒精下去 那像它選的那個飲料 其實是有加釀造用的酒精在裡面 所以兩個的這個味道 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所以也就是說 我上面只有寫飲料 所以我就是 不是純米的意思 是的 那 營養跟大營養 什麼東西 下一款再來介紹 沒有寫純米酒 沒有寫純米酒 就不是純米酒喔 我要選一個比較特別的酒 就是它這邊有 要再加錢的三種酒 然後我要選第一個 要再加350日圓 要再加350日圓 我第二款選的是 最上川 然後它是可以看到它是 濁濁的 它是 就是它沒有運過的 所以我要喝囉 嗯 特別的容易入口 然後給人家一種 很溫柔的感覺 聽說在東京 只有在這裡 喝得到 這個 這個 還有就是 它是山興縣 最古老的酒莊 造的 大家可以記下來 好 我這次選的是 開育波瀨正宗 開育 哈瀉 小吉 因為 它其實是 一個逝去的酒莊主人 然後它是 大飲料 不要喝囉 嗯 就有一種 特別濃郁的香醇感 很好喝 所以其實 飲料跟大飲料的差別 就是在它這個 有一個精米的部分 什麼叫做精米 如何 簡單的說就是 它把米的這個外層 就去掉了多少 大飲料的話 就是它必須要去除到 只剩下一半 一下 它才能夠成為 大飲料 那因為它這個 去掉的地方越多 這個雜質就越少 所以就越貴 但是其實 你覺得味道有差嗎 我覺得味道 我喝不出來 對 其實因為除了這個 就是它米的這個 比例之外 還有跟酒莊的特色 然後 它釀號的方法 也有些不同 所以就是可以請求 大家可以選自己喜歡 的紅色來試試看 好啦 我要喝下一杯 快算吧 好 就會 這個比例稱為 金米不合喔 好的 我的第三款酒是 神龜山肺 這個名字很有趣 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 它為什麼是這個名字 讓我來聞聞看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跟之前 所有的酒都不太一樣 好 我要喝囉 它真的是有非常非常重的發酵感 然後比較 濃醇 好 那我喝的是 它是那個 就是比較辣的 然後 那我要喝一下 真的比我剛才喝的其他的 都特別的辣 就是那種 比較嗆的酒品的味道 會從你喝的味道 都放出來 這樣子 好 我現在已經嚐過了這款 它寫著山肺 剛剛大家應該有看到它的這個 標籤上有寫 山肺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我想 應該是山林的被人釀的酒吧 不要人不吃 山肺它其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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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肺它是一個製酒的過程 它是幹嘛呢 它其實就是用忍力 然後去把這個米給搗爛 讓它比較容易發酵 但是這個人力搗爛的這個過程 其實要非常久的時間 大概一天左右 所以後來呢 就漸漸延伸成 把這個過程給廢止掉 所以就叫做山肺肺 那它廢止了之後要怎麼辦呢 這就是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們會用 曲 曲其實就是 也是一種酵母 比較強的酵母菌 然後用曲去把這個 人工做的這個搗爛的過程 然後交付給自然 它會自己讓這個 裡面的軟爛 所以就不用 特別去用人力把它搗爛 所以它的這個發酵的香味 其實是比較重的 給我們看 嗯 有一股很 很酵母的味道 很像優格 很像優格 對 你好臭 因為我鼻子很明明 所以就是 其實它是比較濃醇的 就是喜歡清爽的 味道的人 可能不太適合 就喜歡清爽的 配合它的那一款 就是比較辣的這種 那今天就錄到這裡囉 掰掰 喜歡今天的節目嗎? 因為日本酒的種類真的很多 所以我們建議 還是可以去嘗嘗各種不同的口味 然後發現自己喜歡的是什麼 那這家店它的選擇真的很多 有一百多種酒 你只要花三千塊日幣 就可以喝到飽 除了日本酒之外 其實它的啤酒和它的 High Bowl 也都是喝到飽的 那我們那天 是自備食物 就是不管你帶什麼食物都OK 然後它店裡面有一些 就是最基本的 像壽司或是味增糖 然後這邊是它的一整個酒單 我會把店的地址和連結 放在我們的評論裡面 如果大家有興趣來日本玩的時候呢 可以去捧場一下 應該會喝得開心喔